记者张聪秋张化报道,张化县今年已经传出两期日本脑炎病例,而与去年全年只有三期,张化县卫生局今天在县府召开张化县强化日本脑炎疫情防治,呼吁高危险群成人不接种疫苗记者会。 局长叶燕博提醒高危险群信民,即使自费施打疫苗,每季三千元,价格不便宜,还是要接种为疑。 为福布及管束公布,张化县日本脑炎新增病例已二例,首例为六月公布的31岁印尼籍南静一工,第二例为前天公布的本国籍49岁男性,无旅游时与慢性病逝,以康复出院。 叶燕博说,日本脑炎约三四年会有一波较多病例,接种疫苗仍是最好的防治方式。 为了加强防治,卫生局监测确诊病例居住地附近的养住场,发现病美纹指数偏高,以加强防治,挂上又补灯又补病美纹三班加纹,住处附近村里也进行公费疫苗接种。 到目前为止,一公费接种疫苗人数已达一千三百人。 叶燕博说,民众如未曾接种日本脑炎疫苗,或曾接种疫苗却经常暴露在高风险地区工作,好比养猪场等三班加纹容易出现的地点,应到医院不打一剂自费疫苗,自费一剂约三千元。 卫生局已协调彰化基督教医院、彰化秀传医院、布立彰化医院等医疗院所供应自费疫苗接种。 此外,彰化线动物防治所加强宣导猪肢疫苗施打的必要性。 所长董孟智说,猪肢日本脑炎疫苗接种国内尚未强制规定施打,不过,县内畜牧业者为了猪肢健康,都会自行进行施打。 猪肢日本脑炎疫苗国产一剂约50元,进口约65元。